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完全是伪命题 4月30号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上 来自新疆的劳动者们分别从就业择业和权益 三个方面对此伪命题予以驳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贵向表示 新疆始终遵循国际劳工组织宪章和相关公约精神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法规 各种劳动关系的建立运行监督调处 都是在法制化轨道上进行的 新疆服装企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与员工在分等资源的前提下 签订劳动合同 按照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事件的规定 等相关规定确定的工作制度改建 增长劳动 我作为我们公司的人事主管 我非常的清楚公司的招工情况和用工情况 我们公司所有的员工都是通过我们下乡招聘 发宣传单 然后老员工介绍等方式进入的 徐贵向说 新疆各族群众都有选择职业的自由 去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都是自己的意愿 人身自由从未受到任何限制 在新疆 农民种什么是农民自己的意愿 相比种粮 种植棉花经济收入更高 农民种植棉花的积极性呢也更高 从多种到采收 再到出售 各个环节都是自由和自主的 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进行任何的干涉和强迫 来自新疆的劳动者们还在会上纷纷讲述亲身经历 表明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公司还会为我们提供免费的班车接送我们上下班 免费的宿舍 还有免费的午餐 每个元旦公司会组织年会 年会的时候会评选年度的优秀员工 给我们发放电冰箱 液晶电视等福利 2019年阿克斯华府设访有限公司 在社会劳工整合项目审核中呢 准确率指数达到了96.9% 充分证明该企业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 徐贵向指出 美西方反华势力凭空捏造涉疆强迫劳动谬论 肆意打压新疆相关产业和企业 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妄图对新疆进行产业灭绝 新疆方面将采取有利措施 坚决回击 是与各种反华势力斗争到底